可是剛才我一進來的時候 他們有讓我們看到那種工藝 工藝設計館的時候 真的還蠻感動 因為裡面的時候感覺可以跟跨國一起合作 其實在台灣生產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接下來會越來越棒 我覺得看到台灣的設計師在這樣子做的時候 就覺得很...因為台灣很驕傲 他們邀請我來的時候 所以我就是覺得還蠻有趣 然後很想要來 因為對設計非常有興趣 自己也有自己的飾品的品牌 那3VO7就是我最大的靈感就是從愛來到 那今天來到這邊的時候看到每個人的愛 對於他們喜歡做的這份運動 所以還蠻大的靈感 那希望從今天開始可以有更大的靈感 可以去做更多的飾品 對啊,之前在這邊拍拜金女王的時候 其實剛好就在... 其實在那個門口那邊 前面的門口而已 可是剛好旁邊有一個 就是一個小人就坐在那邊 然後一個圓圈圈的頭都亮起來 我覺得那時候就... 欸,覺得這個地方就有點不一樣 不太清楚說 到底到底是哪一個工廠 之後才發現原來是這麼棒的一個地方 接下來我就是在跑來跑去做一些宣傳 然後他在準備一些小型的演唱會會在日本 然後可能在新加坡也會有一個 除了這個以外呢,戲劇這方面就是還在看劇本 所以是有來找 可是就希望可以接一部電影之類的 然後拍... 但是最近國片市場很夯啊 有機會會不會想要就是接演國片 會 講到國片的時候呢 大家就慢慢專注一下 相信接下來這幾個月會有很棒的一些國片再出來 那就是最近比較哈勒國片 你有沒有去看比如說像那些年啊 翻滾還是賽德克 那...還沒有 可是我還蠻想要去看翻滾阿信 對,那個感覺還不錯 看到婚姻院在裡面的努力 真的讓我很感動 Bernace你今天是不是有帶你的飾品 一起過來看這個設計告知 還蠻多幾集的飾品 剛剛有秀給大家看了嗎 是哪一個 就是...這個 戒指 戒指之類的 然後項鍊也都有 其實接下來有很多幾集邦 一些collaboration 有跟很多的廠商一起合作 然後設計新的東西出來 有太陽眼鏡 最近也有跟OK的品牌一起 設計出來的一個紫色鮑紋的系列 那希望如果要喜歡這些的話 可以去網站也可以去購物 或在Facebook關注在上面 謝謝大家 今天這麼多媒體朋友們來這邊 然後今天雖然天氣也很熱 可是大家來然後可以專用到台灣 其實有非常非常棒的 設計師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來多多支持 我畢竟也30多歲 所以可以吸引到跟我年齡一樣的 我覺得還蠻開心 可是也更開心就是 《開心女王》這部戲呢 其實不只是給30歲的 可是也有很多小朋友 高中的 然後大學的也一直在看 那就真的很感動 然後很開心 這部戲有受到這麼棒的一些主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